美国等世界大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,在日内瓦的谈判被称为良好的第一步。 美国首席和谈判代表希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专访时说, 现在可能是缓和对德黑兰惩罚性制裁措施的时候了。 我们认为现在该停顿一下,看看这些谈判是否能产生一些牵引力。 希尔曼说,奥巴马总统和国务院将同国会议员共同推动这件事,目前正在进行认真讨论。 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一些制裁是重要的第一步。 仅仅几个星期前,希尔曼向一些国会议员发表的谈话,在伊朗引起轩然大波,显示美国和伊朗间长期存在的互不信任。 我们知道欺骗是骨子里就有的,我们希望能够为那些全面谈判定一个时间限制。 伊朗的强硬派称希尔曼的谈话是侮辱,是在互不信任的墙上又加了一块砖。 伊朗报纸刊登了一幅把美国首席核谈判代表描绘成女巫形象的漫画,在伊朗删起新的反美情绪。 我那样说是为了回应一位参议员,我想那些话让伊朗人担心了,我想那些话也反映了这种深层的互不信任。 希尔曼副国务卿告诉美国之音,伊朗新当选总统鲁哈尼说,德黑兰不想要核武器时,美国相信它。 但是,希尔曼说,伊朗现在需要采取切实步骤,证明这句话是真诚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